本地就业前景不明朗 不少人选择自我提升 提前为未来做好准备 新加坡零售管理学院表示 过去半年 为约2200名成熟员工 以及400名白领员工 提供培训比预期多 当中超过七成 仍在就业当中 记者红保龄报道 在银堂的外汇分析部门 担任主管的陈夏仪 意识到母亲的居家烘焙生意 需要数码化 所以报读了 新加坡零售管理学院的 电子商务营销课程 他希望通过网络平台 将母亲的传统手艺延续下去 因为还是有全职的工作 当然是时间这方面 觉得是首要的一个挑战 上了年纪了 总是会有一些抗拒 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 我们会觉得说 有所障碍 53岁的李明丽 同样到学院上课 学习如何建军电子商务市场 他过去从事同采购有关的工作 但一直以来对花艺有兴趣 冠病疫情期间 他有了启发决定创业 其实卫机也是一个商机 那我有这门的技术 知识 和这个花艺的 那我不如融合起来 自己创业 我觉得上课 其实是增加自己的一些能力 跟一些技能 可以说是一种保障吧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业务 还是自己这份职业 受到一些打击 起码你还有这些新的知识 新的技巧 可以跨入一个新的市场 学院指出 这2600名学员 主要是40岁以上的成熟员工 专业人士 经理 执行人员 和技师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鲍林报道